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五次进击 中美元首通电话说过半日进涨到400多点 看看恒指方面的半日走势是如何 今早高开到154点 开步在25870点 这下已经回到20天线 其后上升幅至447点 做26163点位置 世事工臣靠新经济股反弹 加上金融股也能帮忙 究竟后次去向我们应该如何判断 找嘉宾一起戏 我们这一支有姚务员Patrick Patrick 你好 Hello Iris 你好 比较多些疑问 首先中美那边谈到电话后 人仔的确有些转强 以离岸和EOS在岸人民币来说 都曾经去到6.44的水平 A股也不用多说了 我们上次也说到 更加半日来说 修复了3,700的大关 但是是不是真的说一面倒那么好 始终EOS的科技股仍然受制住 尤其是游戏审批那里 可能会有一个放慢 即是有传议的传闻出到来 那这方面 好和坏的消息 我们都真是罗列出来 你有什么去判断形势 我想其实暂时来说 市场都是经过 因为昨天的跌幅都比较大 今早就两个元首方面 谈完电话之后 都借势有一个反弹在那里 但是你看到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一些传统股份 就不算太有表现的 你看到市场或者是落来说 某程度上都是一些科技股的走势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来说 似乎现在那个 就是约谈那个游戏那方面的 就是看会不会有些审批 肯定是暂缓 还是慢一点 还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都相当之重要的 那我相信来说 其实市场呢 都在 就是当股价弹上去高一点的时候 其实就会观望的 所以以至到 整个科技股来说 我觉得最多都是 炒着一个上落先 就未必说有那么快 一个新的升浪 所以引伸到它的行指来说 暂时第一个阻力位在50天 移动平均线附近 大概26500 这些阻力都不小 即使被它升穿了的时候来说 上面亦都有过250线 大概2700 27100来说 都是非常之大阻力的 那从从难关 我先看着两步先 上面先看着50天线 26500点左右的水平 上面还要看着牛熊分界线 250天线的位置 还要观望 接下来新经济股 反弹的力度 可不可以继续持续 既然如此 我们再看看 其中今天的一些焦点板块 包括CAP水股 东方海岸公布了配股集资 总额到35亿左右 以先救后生方式 配股到2300多万股 作价是151元 以星期四收市的折养幅度 去到接近9% 同时间也到接近倍售价的范围下限 资金是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看到是用在轻建新船 和购买集装商等等 东方海外前期先是已经破位了 今天就算下跌的话 都没有很失去一些日军线的水平 你对这种股份的判断又是怎样的 在这种股份我才有 我想最主要的几件事 就是整个航运业来说 都似乎在一个上升周期里面 如果你说过往的上升周期 是去到6至7年的 现在那个航运业来说 只是走了大概一年多 所以未来的经济 如果真的继续复苏的话 其实你的上升周期可能继续走 也都不出奇的 所以变成这些股份来说 如果那个运负继续升 它也都是派息 派回大概3至5成的话 其实你的息率是相当之好回报 而且如果你看回来说 其实昨天你见收市 都没有什么显著消息配股出来 但是你今早见得到去做配股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觉得 可能这些股份 都一终是落在一些强者手中 根本都不需要留在街上 所以你见到今天的低位来说 都是明显地受得住配售价流上 我觉得中线来说 消化了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股价都有机会再试一些高位 那中线 因为它之前也宣布了买一些船 所以它是确实有些集资的需要的 嗯 今天虽然跌下来 跌了4% 那么就失手到这个10天线 但是以一个低位来说 153元 这期后也有跌幅收窄的情况 那么20天线都算是遣守得到的 不过这样 那么东方海岸就跌了4% 不过有些大行仍然是看好整个大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摩通他就说到 因为还记得 内地上个月的出口额就创了新高 那他就唱好 航运的需求是真的强劲的 尤其是在流动性的限制下 南京之前就因为疫情爆发 令到那个宁波的周山港 这个是世界的以第三大吞吐量的集装商港口来说 它是有部分关闭度的 就是就算是部分的一个港口 删了 仍然都还有很大的需求 那他就说反映了 实际上那个需求被压抑 应该是个速口额可以突破这些水平 全球的贸易效率也都受阻 疫情反弹 港口也都实施了一些严格的防疫 总统的因素底下 他就建议有两只股份 他都说应该增持 包括在中远海控和东方海外 多个理据就是 股值就比起同行去吸引 那除了刚才我们品评到 就是东方海外 有没有哪些是心头好 中远海控有奥母企 中远海控也是可以 因为其实之前有少落后 因为他本身是拿着316 有七成多股权 之前来说316创新高 他都未创新高 现在来说就有少少追回落后 但如果你说看1919 可能要看A股 因为你看他这三天 A股明显转强 今天A股都升了6% 所以如果你买1919 就要看确A股 如果A股有突破的动力 他就会带到H股 以中远海控来说 A股今天已经半天下 急标了7% 中远海控的H股 稍微小一点 都进涨到5%过来 半天守在15.32的位置 当然热炒的股份 如果说到旧经济的股份 不单止是这一类 航运物流股 我们还要看金属资源 如何这么说呢 铝炒了好几天 伦敦的铝价 由2008年以来 第一次收钱 突破2,800美元的关口 亦是再创超过10年新高 今天终于铜价追上来 伦敦铜价回升 重上到9,300美元的水平 铜率先起动 头两只都跟铜相关 江西铜升幅到3% 资金进涨到5% 中旅亦尝试破一些高位 半天来说升幅到2% 要选择 你是会选择铜相关 还是追逐资金金牌 都比较烈充于铝或者其他的资源股 我想如果铜方面来说 就有些落后的 但是铜来说 和经济的敏感度 就会略为更加大些 可能如果你买铜来说 就要留意了 比如说近期的疫情 因为美国那边的疫情来说 相对都严重 这个有机会限制了铜 短期的上升动力 所以相对来说 铝的升势比较明显一些 也可以留意着 除了铝之外来说 在资源股里面 水泥其实近期做得不错 因为内地方面来说 基建设施方面 都重新是启动了 所以你看到水泥价 其实自从上个月开始 都明显是上升 现在中水泥股来说 都开始有走势在那裡 当中我想如果留意来说 其实就安徽海浪水泥 这些都是可以值得留意的对象之一 旅游可以 旅游可以 既然我们都开了一幅图 大家看到 海浪水泥都连续是两支羊竹 这样升上来 不过半天稍然失息一些 就是它的升幅 在50元之后 是有略为收窄的 有没有说可以有个参考给我们 如果没有货货的话 去到哪些水平可以买 如果没有货方面来说 大概48元附近才开始买 上网看大概55元的水平 都可以放置止涉位 大概在45至46元这些位置 既然是这样 想请教中国女业先 因为市价多日之后 今天虽然有得升 亦都曾经创了52周的新高 上到7.1的位置 但是隔了几天 终于今天出了一支阴热 究竟这些位置 能不能担心 它还有进一步的回调风险 要不要落花一点 才适合去买 其实是 因为这个女性 她就升了多 所以变成来说 可能要稍等 现在来说 中央是六个八十多 我想如果比较好些的买位 大概是六个部门附近 才开始考虑 中央来说 半天就进仗去到接近2% 6.86% 刚才我们说的旧经济比较多 贴近一些科技相关的 看完信与光学 出了一些出货量的数据 手机镜头和摄像模组 出货量按年都是下跌的 大行看法比较尚分歧一些 高盛认为 头八个月 手机镜头的出货量按年持平 差过公司本身有增长的指引 也都引证着他们本身已经担心市场竞争加剧 会影响毛利率的看法 维持着沽售评级 没有的事 关注车载镜头 可能受到汽车晶片短缺的困扰 未来的出货量仍然疲弱 因为增长趋势放慢 预计上月的股价只是区间波动 接着年三我们看到 顺与光学的一些数据 都真的比较一样 比预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你对于他们的股价 来的形势你会怎样看 我想大概都是在220至240之间上落 唯一虽然那些数据不太好 唯一可以看一样的就是 无理力好了 所以在无理力好了之下 都希望盈利方面是可以有些帮助 以信与光学来说 半日就进脏去到0.4% 都算挨近日中比较高的位置 早段的时间曾经上到236元的位置 谢谢Patrick和我们分析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继续有智库360的时间 欢迎收看下午的开始速报 中美两国的元首上半天通过电话 港股半天都升到423点 重上26001楼上 晚宅回来看到都是维持400多点的升幅 升441点 升幅有1.7% 波在26154点 看看科技指数的最新情况 科技升幅有2.7% 升近179点 报6739点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 国指升幅有超过2% 升195点 报9379点 看看五大会有港股中五开出来的情况 腾讯排名头位 升幅暂时有1.5% 报在487.2% 内地说有可能放慢审批的新的网络游戏 摩根士丹尼就认为 其实只是给更加多的时间 他们去实施防止未成年人士沉违的相关措施 不会真的停批地说 至于看完版面上的第二只 东方海岸国际 他就有质量培股消息 不过暂时跌幅已经收窄了些 跌了4% 158.8% 另外盈富基金跟随大使一起反弹 升幅有1.8% 26.82% 美团升到半成过外 261.8% 阿里巴巴就升超过3.6% 看看今天的新股都可以关注 是内地连锁的酒馆 凯伦斯 收入挂牌 股份曾经高建25.75% 较招股价可以高出三成左右 半天都可以报在23.45% 暂时看到升幅大概徘徊 23.35% 较招股价高近1成8% 留意股份公开发售部分 录得超额仍够近30倍 我们看看化工相关股份 其实继续有炒作 深年深化肥年升几日 升穿7元这个水平 见过52周新高 暂时升幅 7元楼上升幅 继续是9%过外 节目时间够 我们再有休息 来到下午节目360 身边Rafi一齐看大市最新的情况 Rafi 你好 正你好 看到上日跌六百多 今天弹得不错 因为下午一开始 升穿上午的高位 今早最多升447点 刚才曾经做过一口 升多了一点 升多了几点 现在正在挑战 2万6千2 差几十点 Rafi 叫不叫做 大家虚惊一场 就发了一场噩梦 自从有媒体澄清消息 不是完全暂停下发游戏版号 只不过是放慢的审批 大家立即松一口气 是不是都证明市底 不是真的那么稳定 大家其实很担心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实际大家在印度这一市况 都比较用一些 冷静一点的心态 平静一点的心态 应待 始终都同意 就是你见到一个小匙 带来 譬如昨天 在下午 停游去闪批 腾讯又跌多几个百分比 让你看到 大家的反应是很大 走火走得很快 是的 但到这一点 澄清一下 今天市场又转转一点 如果你说不断地跟升 又觉得会再强一点 又觉得会再跌 可能随时左右 一巴巴又一巴巴 带来 所以我想 现在开始说 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应对会好一点 而且你看大方向来计 其实都未有什么突破 即是在一个大的区间 做上落 唯一好点说 就是你昨天跌穿20天线 今天就上了20天线 我想如果能够继续 守着20天线路上 那会叫做区间的一些上方位走 但是上面来计 都是维持过去的看法 可能反弹都是 26600 26800左右 这些区间 我想要真是突破这些位置 才会再走多一阵 所以现在望上去的话 可能都是几百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下 真是很重要 比较大的位置 都是过去两月低位 我想没有跌穿这个区间的时间 又未知担心 即时会有再下市的空间 今天成交是否都很紧要 你看成交 见真章 成交多些 其实今天成交算挺好 说明今天是星期五 半周回来 已经过了九百亿 其实算多 而且今早北水 都有净流入 所以未算太大规模 但起码从资金面方面 你会看到 其实都是肯买一些东西 所以这样看 其实又不是太过悲观 好 那我们都看看期指最新的情况 来到下午指数都不错 有时候升到四百多点 期指即月都升到四百八十三点 下月升到四百八十八点 成交张数就六万六千多张 看看焦点板块 看看地产相关股的情况 下个星期来港仪就会正式开始了 地产相关股普遍都叫做靠稳格局 看到新地公布业绩 最新升幅有埋近百分之二 太股地产升到1.4% 行龙升到百分之一 港铁行龙集团做得不错 太股地产升到百分之1.4% 不过九仓置业 最新跌超过百分之二 看看新地业绩 去年多赚超过一成三 撇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影响之后 基础日利升不够百分之二 每期息维持每股牌三个七 期内贡献最多物业销售 日利升到一成四 但当中来自香港物业的日利贡献 倒退一成 如何看新地业绩 公布后大行看法也算是有分歧 但算是平平均均均均 没有什么惊喜 都要预料之中的一条数 其实大体上比较平均 也比较以预期之中 特别香港那边 刚才说虽然基础下跌 但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这段时间都是疫情因素 你关系又未通 变成香港那边可能楼市也好 地产市也好 都要靠比较绝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买家为主 其实不会不断有很大的流转 所以慢慢来说放慢 其实是合理的 但是你现在论整体的跌幅也好 或者个别升幅也好 其实属于平均 即不是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想业绩之后 其实大家看法 我觉得又未算是太悲观 例如选择新地也好 地产股也好 很多时大家都是拿来收释息 而以今次新地派的息来计算 相同之前来说是维持到的 即是没有太大的减少 所以我想息律上说 特别是股价也算是地产股 比较落后的话 其实吸引性也一定会发现出来 暂时在做四厘多 派息也是维持的 也看一看近期的地产相关消息 本缸二手楼价是破一破顶之后 成交量就跌了 现在就陷入了叫做比较外制的情况 在互相消化 内地方面就有限制二手楼价升 那条控措施不断出来 一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都有 来港易今个月十五号就会推出 未来对市道和气氛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很明显这一刻 你说为什么成交量近期会跌了 或者有少少少大家好像停顿了 或者轻微慢了下来 我想始终大家的观望心态是有的 因为始终一来就 一来可能本身已经买了那些 又会拿着自己的楼 未买那些 又真是大家所说 不知道之后会怎样 形成比较观望 因为最主要比较近的地方 都是看着真正好 例如15号的内港易 假设都算是通关 虽然不是完全自由出入 但都算是通关的时间 那究竟如果我们人 真的可以离回香港的时间 究竟他们的取代是怎样的呢 会是继续买楼 还是如果依然拿着的会急急沽沽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不同声音 我变相觉得这一刻 就是想入场的朋友 会变相沽默下 可能看开通完之后 究竟取代是怎样 但当然我自己来计 我自己觉得 香港的楼价 讲真一句 当然我都希望可能 有一些调整 至少大家都想便宜一点 去入市 但我想整体的幅度上 应该暂时又见不到 太急跌的可能性 因为始终一来 那个真的 刚性的出球是强的 即供应是比较少 因为那些港版的供应 都是排到几年后 才慢慢见到兑现 都要等些时间 日以来 其实你说收水加息 都不是即时这么快 我觉得暂时 我觉得今年的看法来说 都是偏强 一点点为主 总之暂时都是平稳格局 我们都看看大行怎么看 业绩之后 多间大行都有报告 高盛就说 新地下半财年 实质每股盈利 受发展项目盈利减少 和非物业的业务盈利 表现差预期 下调他们的财年 明年到后年的每股盈利 预测一乘二同一乘 目标价149元 降到145元 又不是调得很多 评级就维持买入 相反 美銀就升目标价到146元 认为业绩是对板 2022财年本港合约销售有强劲 开始追回今年的财年的不足 预期上海环贸广场分歧落成 那些租金收入 会提振内地租务 维持买入的评级 其实现在就炒复苏 炒逐步逐步慢慢来 价格是否吸引 因为一两个季度 地产股都没什么启动过 是 其实如果论身体来说 这些位置我觉得吸引 因为刚才也说了一点 就是论息率上说 其实它写这几算是OK的 以及刚刚的业势 刚才提到也是维持牌识 二来如果论过去这些季岭的股价 虽然本厚性的板块也不是特别强 但论走势上说 其实身体更加落后 所以我想如果论到这些位置 其实那个中线的吸引性 是慢慢浮现的 因为你计算股值 其实现在那个NAV discount 其实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上说 其实慢慢考虑也可以 还有你论短期的走势 其实今天当然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但是你看到 你比例如9000RSI 那些短期动力算 来看 其实今天这一升的62.5 其实对比起对上 譬如8月中后段那次 高位是1、1、1、5的时间也好 或者你是7月份去到 大概1、1、1、8的高位也好 其实当时两转的RSI 都是50边左右 其实现在明显已经出现了倍迟 所以我觉得短线也有机会走多些 但是第一站 最后一会不会破到 破到才继续高点的位置 走势又改善 看到形态也有改善 不过如果炒复苏了 下星期来港业就正式开始了 当然全面通关 就不知何时了 来港业起码每天有2000个quota 摩根大通发表报告 不过就将9字的评级由中性降至减持 目标价降至36.8 他就说9字面对几个风险 主要来自中港进一步延迟通关 内地游客消费习惯 他说可能会改变 以及集团明年的租金 资产重股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估计下个星期来 港业计划作用比较小 可能是短期刺激 试任何股价强硬反弹的时候 都会是一个沽货的良机 还以为现时的股值 没有持续性 除非租金收入回到100年水平 但现时相距达到4.7 会否太悲观 这些商场收租 这些主要核心游客区的 一些收租股份 都等通关等了很久 现在也叫做起码有过来 港业顶一顶先 有没有得炒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 都同意未必太太悲观 我觉得当然又不是很乐观 因为如大家所说 未完全要自由通关 即是一些有库室上的允许 或者这样说 鬆慢一点点 但又未至于悲观 我觉得好像完全无作用 因为始终 虽然我认同 内地人可能消费模式有改变 但也要衡量 例如九至旗下这些商场的定位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两个这么大的高端商场 旗下都是一些很多 类似有品牌的消费或产品 而内地人说 就说消费模式转变 可能多了人在网上 或者怎样 但有多好 会在网上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觉得 应该未必完全能够有这么大影响 所以我觉得也有机会 因为这个 有点充分一点 其实也会有一定吸引性存在 所以我觉得暂时对回九至 甚至乎 变回来说 就算未有 这一刻可能一些通关因素也好 其实过去这两季 我想大家有走开这些商场 都觉得人流不少 甚至消费力也慢慢出现 所以我觉得实际 那个盈利前景 媒主说好像这些行业看得这么淡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是 下40元以下 其实做一些部署 我觉得也合适 只要大概36元 其实大概一成 这些位置不穿的话 其实我想觉得再下跌的空间 不是太多 留意九指最新跌1.9% 不过最近低位有少少反弹的走势 有见底的格局 另外一份报告是中信李昂 中信李昂说港铁旗下房地产开发业务 很厉害 接着下来的项目库存 将会持续支持盈利和现金流增长 上条22至23年机会盈利差 不过就说来港议计划 未必可显著提升港铁的乘客量 目标价升到50元 维持攀仁大使 当然说到港铁 是否是地产案项目那方面 应该不是乘客量有百发式增长 的确这段时间 几个港铁盘的销程都非常理想 这些是否仍未价格在股价上 当然未反映完 始终你卖楼这件事就要计入涨 我想都有机会过一两季 才慢慢在业绩上浮现出来 刚刚着新卖的那些楼 所以我想的确中视一点去看 有一定的上网空间 但讲一句 我自己觉得港铁 如果拍在地产股道也好 或者拍在公用股道也好 其实他就未算是非常吸引的 因为如果你说论收息 他又不是真的太高食律 只有两厘多 即是算低 或者这么说 而如果你说真的看好地产 其实简奇的地产股都差不多 我认为未主说只有港铁 有个独特的优势 所以不是说没得升 但又未主说看好那只 我觉得其实都是维持一个 大的上落格局 你见到上面很明显 47元左右 都有一些阻力 但在香港下面42元 又受得住 我认为有机会中线来说 都是跨着这5元里面上落先 好 留意港帖 最新升幅1% 因为都叫靠稳 一节先聊到这里 稍后回来听听家庭观众电话 回来节目时间 跟着一下指数最新的情况 晚宙打后看到的指数 有得升穿上午高位 最新都保持到的升幅 升439点 A股都靠稳格局 上证升到13点 深证升到72点 摸摸十大会有股份 最新的情况 十大会有股份 腾讯升到1.5% 东方海外要向下 不过跌4%开外 暂时跌定了 跌8元 盈富基金要跌 升到四毫八指 美团升到4% 阿里巴巴都做好 升到3% 看6至10位情况 比亚迪轻轻回吐 叫近1%跌幅 行伤中国企业 升到超过2% 首日挂牌 上市的海伦斯 暂时股价继续做好 做23.9毫半 都恶跌6% 小米升到2% 看蓝筹股的情况 汇丰控股 友邦保险都做好 有份大动的市 汇丰控股升到3.5指 友邦升到1.7% 中移动、港交所都带动大市 中移动升到1% 港交所升到2% 煤气卡稳升到4 这次回答一下家庭观众问题 有位Martin说 9.4买了中海油 现在究竟如何处理 看到海油最近 彈起上来 比起中石油、中石化 就慢一点 9.4现在还差点 不过大行都挺坚持 去到第四季报友 柳油 还升到75、80这些水平 叫不叫做 拿着油股 暂时可以给多些耐心呢 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先 我觉得短期 其实一来油价 有一点叫做 慢慢升到的格局 二来 我觉得油股 特别海油 其实相比来说 那个丑势都不算太夸张 都属于比较落后一点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追回多一点 还有你记得到 过去这几天 特别今天再上回来的时间 虽然你看现在版面上的图 就未破上个月的高位 但如果以动力上来说 其实已经比上一次或一次高 其实我觉得 要慢慢试上去 大概八个半楼上的水平 机会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未必下次回来买入价 但我觉得如果你去八个半楼上 理想的可能到时考虑才减下磅 会比较好一点 暂时这些位置我都可以不妨先拿着 好 留意中海油最新升到2.5% 其实都有向上突破格局 见到整个月高 我们都看看资源股 下午回来的表现 看到这几天的资源股 一直升幅都很惊人 轮着炒 不过看看今天的煤股 有些要回落下来的 染煤跌4% 神华偏远 钢铁股都在跌 安钢跌3% 马钢跌3% 其他有股三桶有都可以做好 今天就轮到金属股发威 紫金升到半成 港西铜也升多了 升到差不多4% 铝业股就有得继续做好 中国铝业最新就升到1.6% 问问一下Rafi 既然板块轮动 是不是都跟随便买铜和买铝业呢 我觉得短期就顺着势去 但论实际看法来说 始终也有少少保留 我觉得未必会再大胜太夸张 因为环球性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了 而且始终往后 如果经济不是强得这么浇灌的话 我想对这些金属价也有些影响 所以只是比较倾向 就純粹短线去追逐会好一点 反观如果真的看实际业务面 其实个我觉得不是太差 而且主要一些 譬如做新铃圆车电池的金属 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理想的 需求性上来比较强一点 好,我们都回答一下隔壁观众问题 苏先生问恒大物业现价可不可以买 很大的疑问就是 首先恒大系,以你物馆最近都跌得很厉害 是不是都要避一避开 整个系内的资产如何重组 如何还债暂时是未知之数 尽量可以就不要碰 因为始终,讲真一句 就同意譬如整个恒大系 我想面对债务的违约风险 或者如何处置旗下资产的因素 其实现在大家都未是太清晰或太明朗化 其实随时有一定风险 就是如果它真的有部分违约 可能无论是股债 我想整个板,整个系都会有多大的波动 变相虽然看恒大物业的股价 由高位计下来下了超级多 这样计算好像很便宜 但始终整个系的风险 很难再在价格计算多少出来 所以这一波其实是比较投机味也挺重 而且我想也是那一句 就算大家真的喜欢物馆 我觉得真的选择很多 是否只要选择恒大物业 我觉得其实又不需要去到这么极端 所以如果看好物馆股 我宁愿选择其他物馆 例如大姐都要迫伏 华人万丈等 相对起码就算持久 我想也会比较舒服些少 明白 留意恒大物业今天有得升 看看其他股份 下午的情况 恒大汽车也有得升 不过中国恒大暂时偏远 没有太大变动 先回答一下家庭观众 湖山问题 湖山说26.65元 买了小米前景点 可不可以交货呢 其实小米继续做回购动作 今天终于有起息 升到超过2% 消息说未来做车 2024年应该可以面世 现在适不适合做交货 等它再起动呢 我觉得如果你想买 可以再等一会 因为始终我觉得 小米刚才说的因素 当然做车的事情 其实比较很长线 我想未必短期或这一年里 是有什么特别多 令股价可以大升的情况 而以目前的业绩来说 或者业务上看 这些股价是合理 不是特别便宜 所以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有机会低一点 才卖做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持有会好一点 特别论走势上说 其实近期都走的一个 明明向下的走势 当然幸好过这两个 又没有穿上月的低位23.2 但我想如果有机会是穿的话 到时下跌一些 例如在22.8 22.5这些位附近 才加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去到那些位置 才加会比较合适 但这些位置 如果加不到 就宁愿暂时 叫持有着股码 比较合适些少 小米升到2% 现价做24.1.5 今天走势有少少改善 另外黄小姐 问科技股 说242.8 买了美团 可不可以继续持有 美团现价做261.2 即是说黄小姐 都在赚钱 挺好 而且忍着波动的时候 就没有食糊 是否可以看高一点 可以坐定定 安心一点 我觉得可以再扎一下 当然我只觉得 你说大的位置 其实美团的支持位置 是244 因为一来过去 小窗底的颈线位 二来都是现在 50天线的位置 当然 如果你只可以选择 假设回到244 你才走 大到只剩下 过来的利润很少 即是几乎要平手 但我想 如果这些位置不穿 其实我觉得 是否因为这些上升 就觉得要去食股 我会觉得 宁愿再扎一下 因为如果不穿大位 反弹势是有机会延续 甚至上面来说 当然 第一站看着267 这个位置 如果破了这些位置 我觉得就靠近 208至209楼上 是有机会见的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定下这些位置 做一些 可能目标位 或者是平手离场位 比较合适一点 但暂时这个价位 我觉得不妨可以先拿着 好 有没有说 已经弹到多少 是适合食股的时候 我觉得 刚才提到 看着267 第一下先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你再破了 才将目标位 再推高一点 可以想想分住做 我们都看看大行的看法 据报内地放慢 审批新的网上游戏 大行认为 实际影响不大 大摩就说 今次和100年不同 相信只是给更多时间 实施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的措施 不是完全停止审批 由于腾讯 网易Bilibili都不少游戏 下半年可以陆续推 例如 网易未来半年到一年 所有内地主要游戏 已经有版号 所以继续预测第四季 游戏收入半年增长2.4 腾讯就有海外业务来补足 相信短期增长都是稳固 照商证券就同意 投资者不用过分悲观 因为最坏情况都是整改内容 相信新游戏只是延迟 而不是禁止发布 不过就补充监管吴明朗提声建议 投资者的官网 让赋免讯号消退才入市 看一看游戏相关股 的确8月是没有新的游戏批号批过的 最新已经是7月有批过版号 不过大行就说 今年要出些游戏 早就有版号 今天部分都报复式反弹 深度公司升成8% 快手升半成 其他赤紫程科技 《创梦天地》、《billybilly》、《今生月件》 都叫做普遍做好 升1-3% Rafi怎样看整个游戏相关股的板块 都吃足京风散的 这几个月 现在已经限了打机的时间 当然版号可能会批得慢一点 这是暂时得到的资讯 你怎样看是否都反映了很多 对他们盈利的打击 当然一定反映了几大部分 部分股份的股价由高位 都没有了五、六成下来 其实一定反映了很多 但只不过真的问题 就是之后的政策方向 当然同意就是 论力度上说 应该在游戏方面 似乎都去到偏后段的时间 即是你连打击时间都下买了 版号有五下买了 虽然除非真的差到 像昨天说的停 否则未至于会构成 再一步很深的一个下跌趋势 但始终都是一样 下跌的空间可能未必太多 但上面也始终都要看着 整个大方向 究竟是什么时候 是松回多一点 否则 其实我想向上弹的力度 亦是有限的 所以其实整个游戏板块 你说现在是否很适合 去做一个太中长线的部署 反而我同意 刚才部分行说 就是等政策再明朗化多一点 好 我想如果明朗了 时间没有面 这样冲进去 现在做短线上落OK 但太长线 我觉得未是太适合的时候 好 我们再看看新挂牌上市的股份 海伦斯很久没有IPO上市 内地连锁酒馆首日挂牌 招股价19日7日7日 下午都能保持升幅 招股价升到2成3日 公开发售部分超额 凌够近30倍 一手中签率有六成 算不算是反应不错的新股呢 算是挺好的 特别对比昨天的暗判来说更加理想 当然有机会业务比较独特一点 香港来说暂时找不到太多同业去比较 但始终炒过独特性 或者有一定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好 但如果你说是轮招股反应 其实这一转市况不是那么强 其实他未算太夸张 你看到中签了六成一手 所以都会担心着有一定的升幅之后 其实部分的散户和投资者都会选择 可能是获利尼亚牆 所以我想在向上升的空间 可能未必太多 所以如果有货的朋友 不妨可以慢慢考虑吃一下护仙 好 那就是凯倫斯最新 就可以做好了 原价24.45 我们回答一下家庭观众的可生问题 可生说5.5买了中国联通 他说年尾可不可以回家乡呢 看中国联通最新的股价四个多 赚几毫子了 很多市都要赔跌 不过联通呢 之前也有说过 增加一下派息比率各样 所以会不会长渣收息 暂时就不要太过理会股价的波动呢 是 其实我同意 当然年底前要回上5.5买是难一点的 其实也欠一点的水位 但本身他有这么好的收息条件 而且现在的股价比较便宜 其实他之前业绩之后 除了有个充电加派息之外 他接下来也有机会分拆 业绩在A股上 我想这会对联通股价的释放有帮助 反而真是中长线少少 收息之外 才慢慢往回价 可能上近四个半至四个八楼 水位会比较好些 好 留意联通最新都靠稳升到0.7% 而且计息率现在也有6-7厘 所以都比较高息 看看中资电讯股今天的情况 刚才也看到中二栋做得不错 升过超过1% 中电信暂时没有升跌 联通求稳 很快回答陈小姐问题 陈小姐说中二长飞光纤蓝 十四元买了 现在怎么办呢 如果十四元买了 其实暂时都有些税位在 当然我想 因为过去最近升得比较急 当然炒着一个估值比较落后 比较便宜的一段数 但是短期看着今天的低位 十三个八 我考虑短期就先走了 SALARIF分析 节目时间较久 休息一会 大家来到街市现场时间 中美两国元首今早通过电话 港股可以升幅超过400点过外 来到下午大概点半钟时间 升幅维持400多点 升440点 26156点 收复26001关口 分项指数 金融指数升得特别多 升到超过500点 其他全线向好 总成交已经破千亿了 看看恒生科技指数的最新情况 方指暂时升幅可以排名大市 升到超过2.6% 报在6732点 有港股 看看就是腾讯 暂时升幅 都是维持1%左右的万 就回到来 做在485.4 摩根士丹尼就认为 内地可能只是 比网络游戏公司 下达更多时间 实施防止未成年人士 沉迷的相关措施 我觉得不会暂停 审批游戏进度 所以看到今天的游戏相关股份 包括腾讯普遍有反弹的情况 还有版面上第二只 预排第二位的东方海外国际 有折氧配股消息 暂时股价跌幅收窄 跌4.7%左右 557.7% 凝负基金跟随大市 升1.7% 美团刚才升到半成过外 最新升4.7% 阿里巴巴升3.9% 看看落志实惠 美团申中国企业 升幅1.9% 比亚迪股份 偏远跌2.25% 海伦斯 今天是新股的 最新是在24.35% 較招股价有近2成左右的升幅 另外港交所暂时都升2.55% 暴在500元 樓上504.5% 另外东岳集团 今天继续有估额 跌6% 大约见了2个星期多些的低位 暴在21.9% 看下跨境理财通 将会在今天啟动 金管局收拾之后 都会举行记者会公布长程 另外留意债券南向通等等 都会陆续开通 汇丰就看好港交所 和大湾区有业务的银行 汇丰就认为一系列的跨境产品推出 例如跨境理财通 债券南向通 和A股指数期货等等 都可以促进香港和内地资金相向流动 改善市场深度 擴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相信亦都有港股 第四季成交进一步增加 汇丰就说特别看好 在大湾区有较多业务的银行 包括东亚 中银 香港 中行 国大产品种类 和资金流 亦都说有利港交所 这一批本地金融股份 暂时都是全版向好的 中银香港升到1.4% 东亚升幅超过4% 四步在13.4% 汇丰和恒生暂时 升幅大约1%到0.8% 港交所升2.7% 看完本地 内银股原来都可以升 好像农行和建行 都齐齐建在一个月高位 暂时农行建行升幅大约1.4% 招行升幅比较多些 暂时升3.8% 在69.1% 民生银行升1.8% 工商银行升1.3% 连三大中资航空股 今天都齐齐建了 超过一个月高位 其中看到国航 已经连升了9天 最新升幅是1% 东航也连升了5天 东航最新升幅3% 南航升2% 国泰航空升幅相对比较少 但对比这些中资航空股 升0.7% 佈在6.7号9 国泰军郎说 对于国内航空业复苏 暴入正轨 维持航业 跑人大肆评级 还说境内航空旅行 快速复苏 证明需求仍然强劲 航业估值都比较偏低 但提到疫情仍然未首项 国际航线复苏可能预期 还要降低些 节目时间够 多谢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负錦囊的积金创库 我们今天继续讲一下强积金的部署 请来就是晋龙集团的陈药龙先生 Michael你好 詩詩你好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月的强积金表现 整体的回报 由7月份的负数 转回正数 即是打工开心 下8月份起码平均每人都赚2千多元 而在不同的资产当中 最主要是股票基金的回报 可以由跌转升 问一下Michael 整体的大方向 年底前你觉得股票基金 是否都可以继续维持到一个正回报的情况 我想先说7月8月的情况 7月大家都知道 恒指跌了10% 所以拖累了整体整个强积金都跌了 因为港股佔过强积金市场差成36% 所以它一跌10% 整体都跌3% 虽然美股和欧股上个月都做得挺好的 7月 但是都不可以去填那个港股的跌幅 所以上个月跌得比较厉害 8月好些 8月恒指大家都知道上上下下 都持平左右 维持26,000 但是港股没有怎么动 美股和欧股都做得好 包括亚洲都做得好 所以就带动到整体的回报 都有差不多1% 赚2,000、2-3,000 但不过就保不回7月的跌幅 是 我们又不希望一个月都追回 但问题是整个8月份 我们人均就赚2,000多元 一至8月份看 其实人均都赚超过7,000元 是否划意未住 今年打候时间 你觉得保持正数问题不大 甚至可能下回报可以更加多呢 是 这样看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到股票市场 整个世界都做得不错 唯独港股 单独一个就比较潮水 但现在情况似乎好些 如果没有其他大因素影响 我们看下半年都可以追回上来 甚至乎如果有5-6%都有机会 好啊 要加白劲 看一会 回头我们都会请教Michael 不同资产的部署策略是怎样 我们先跟随资金流向 跟随你们的数据 强识金成员在7月份 有106亿的资产有混合 和固定收益基金转到一些高风险 的资产就是股票基金 而过去这三个月 其实都有个加速的情况 是 是否反映到大家的风险位纳 其实有改善呢 这个滞后的数据 又可不可以预示到来进的趋势呢 是呀是呀 7月就都转得挺多的 如果你看回来 其实整年有208亿做一个转动 都是由低风险的基金 转到高风险的股票基金那里 如果你看回来 就是说这成年的208亿 里面106亿呢 就是那些保守基金 就是在那个强识金的 那个选基金那里面 就是比较最保守的那一只 那如果大家看回来 就是近期呢 投资者在那个保守基金 转过去那个情况呢 有加速的趋势都可以理解的 不过呢 就有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看回那些小的数据呢 就这106亿的这个保守基金 有很多呢 都是转到去港股 差不多全数都转到去港股 那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今年港股真的做得一样的 所以就是他们就 那些意向就好 不过就做错事 我想我劝劝他们 就是应该要转的时候 要看多一点 看多一点你们电台的节目 如果可以请教一下专家 就是如果放在美股 他就赚多很多 股票里面都要自己细心去细选 和去分别 既然要找专家请教 请教一下Michael 你们就现在最新看法 其实都还是比较看好 美国和欧洲股市 那相对来说 例如是内地香港 日本亚洲就只是中盛 那我们不如先说 你看好的欧美市场先 因为问题在于就说 很多都升了很多了 美股德股都在历史高位徘徊 其实就法国股市 英国都是多年的新高 现在是不是真的高位 还有力再上呢 大家开始怕收水 又怕高位回调风险 你怎么判断 这样看的 如果先看基本数据 OK 看回第二季 就无论是美国股市 或者欧洲股市 那些企业的盈利的公布 都相当理想的 销售亦都好的 而第三季的预期都是好的 当然就可能没有第二季 因为是那个季节性的因素 所反弹那么多 但是都是OK的 再加上 美国现在就 刚刚就前那几个月 就一两个月通过了 一万亿的基建 也都说了3.5万亿的援助 这方面来说都很大帮助 而欧洲本身上来说 还有一个旧欧基金 还有6千亿欧罗是未用的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 对市场基本因素是好事来的 不过你说风险有没有 当然有了 主要看大家如何看收税 加息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加息都说了是2020年尾 或者是2013年年头才会加息 就是看大家如何解读这个收税 但是鲍威尔在JECKNO 讲完之后 大家觉得他放甲的 所以还弹了 所以我们觉得风险有的 不过都是大仗小回的情况 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 是 如果这样看 是不是都不需要刻意食糊 因为如果你看回股票基金当中 欧洲和北美 今年至今的累积回报 即根据最新数据 都有一成七以上 既然Michael 你又继续找到一些原因 去支撑着股市表现的话 是不是欧洲和北美那部分 其实暂时就未需要 这么快考虑食糊主呢 如果看到年尾可以不需要 不过如果再看远一点 可能是中港会好一点 大家等一下可以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即是若然现在供美股基金的话 短期来说 你觉得都还可以 还可以捉捉 还可以捉捉 嗯嗯嗯 好 如果看回八月份的话 其实日本开始有起息了 你看到八月份的回报有百分之三 还有跑赢了欧美股市 那今年至今去计 日本股市都有一个8%的回报 算是在亚洲区里面做得不错 不如问Michael看法 日本那里 连冬奥都搞定 也没有太大问题 那向前望 究竟现在日本股市 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支持到他们继续跑赢区内股市呢 好啊好啊 我先说一些港股 因为刚才你都有问港股 OK 首先第一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七八月主要的原因 是收紧监管的要求 但是近期大家都看到 就是说这个监管的收紧 就似乎有些明朗的趋势 和一些企业又配合了 所以就近期都有弹了 不过大家如果觉得 就是说是不是跌了底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就是最坏的情况 其实应该已经过了 不过你说要港股 或者大中华区 弹回大弹呢 那就要给一些时间 那你问日股 那日股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八月做得最好的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就是 就是过了那个东奥 又没什么事了 疫情又减低了 那再加上呢 就监议委就退任了 那他支持河野太郎的 那前首相呢 就支持那个新的女 女高生 高… 忘记了个名字了 不好意思 好似高生进苗的 那是女首相来的 那所以就期望呢 那些人预期呢 就日股呢 就会是 就是有些改革 那所以就弹了上来的 那但是呢 大家要留意呢 日本股市呢 就就是在八月底呢 其实来讲呢 如果用港指计呢 日经平均指数呢 是蚀钱的 那这个呢 大家就要了解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原来日元对港元呢 就年头至到现在呢 就是跌了6%的 那所以呢 就是用港元计的日股呢 是跌了的 那为什么我们那个 那样的强积金指数 日股那么好呢 那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日本那个 那样的基金 那样的强积金平台呢 全部呢 都是这一个 那样的主动式基金 那其中是做得特别好的 那所以呢 就令到整体的强积金 那么那个日本区块呢 就做得好些 那样的意思 那所以如果大家 投资日股呢 那就是要是 就是看着卖个汇价 就不只是看着个市 好 那就是说当地的政局 那接下来究竟 哪个做新任的首相呢 那可能大家都 最近很很关注 也会有机会影响着 譬如当地的经济发展 那麽就密切关注着 最新消息了 那如果香港那边呢 刚刚你说了两句 我想家庭观众 都不是很够猴的了 那确认如果真的 那些监管消息去到七七八八呢 其实假设港股可以说捉底 你觉得这些位置 是不是就应该要 增持港股的基金呢 我这样看的 就是好像蔡先生那样说 那些监管要求就明朗了一点 那些企业又相对配合了一点 那就是最坏时间过了 不过但是都会继续好波动 那大家见到 今天又升了四百多点 昨天又跌了四百多点 是吧 那就是都是好刺 那就是如果大家 都是想进入的 那可以看定一点 或者可以过这几天 看了都OK的 那就可以分段吸纳一些港股 那港股呢 现在越来越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恒指改革 也都加入了很多新经济类股份 那变上指数的波动就比较大一点 那现在最新都再多了三只 蓝筹股数目就去到六十只 那腾讯阿里巴巴有帮汇控的比重 都减少了 那想问一下Michael 其实这些调整 对于一些被动式追踪港股的基金回报 会不会都带来些什么影响 如果真的要去拍摆比较呢 你会选择主动啊 还是被动式的港股基金呢 恒指改革就复杂的 是 有五个改革 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讲的 不过你说加多些这样的成分股 加到六十只 那我们赞成的 那是好词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多了这样的成分股 那就可以追踪到市 是比较更加贴近市场的情况 那这个我们赞成的 那就是如果加成分股 是不是说会令到那样的恒指 会升得快些呢 那我们就觉得 就像刚才所讲的 其实它是追市的 市升就升 市跌就跌 那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说 就那个影响应该不大 不过如果你看回 就是它加那只信义玻璃 或者是加那只这个这样的李宁 和这个招商 那样的那样 那其实都升了的 那么信义玻璃就持平 那带李宁是升了5% 那然后招商是升了5% 那就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说就是柬股 那你提到柬股就应该是 就是在一些主动息基金 那因为如果你买这个 指数追踪的那些好的行业 和一些不好的行业 比如说旅游股 那你全部都要吃完的 那所以这个大家就要记住 那如果真的选股就应该是主动基金 明白 那最后邦家庭观众 有位女性的观众 就是40岁的 他形容自己可以承受到中性偏高风险 那在他强积金当中 两成是北美股票 两成是亚洲股票 那还有三成就是预测投资基金 就是大家所说的懒人基金 那另外三成就是人民币债券基金 Michael建议他需不需要调整呢 他的组合是复杂的 那首先他说他是中高的风险承受 那所以要看看他的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比例 那如果你就这样看 那我假设他的懒人基金 是因为他40岁 就买个核心基金 那就是六成是股票 四成是债券 那将三成分开就变成18和12的比较 那即是说他的股票加上58% 他的债券就42% 那应该符合他的风险承受能力 那再看回有没有东西要改 那如果照计他的美股 因为他现在有20 那个懒人基金那里大约有12 那就是美股变成32 那叫他亚洲有20 那欧股来说 如果是一个懒人基金 弄出来就是6%左右 那这个组合就不太差的 那如果他看好美股可以留住不动都可以 那如果他21月40岁 可以看长一点 那就可以选择一些港股 麻烦了 谢谢Michael 详细分析 好 和你谈到这么多 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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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